自从立法局在1999年通过中医药条例 本港中医药规管制度就正式开始 及至2018年的施政报告 政府公布了一系列中医药发展的政策和定位 将中医药立入本港医疗系统里 除了医院管理局核下的18间中医诊所的教研中心之外 本港首间中医医院也预计于2024年开始投入服务 因此相关的中医护理服务也都开始受到社会关注 今集请来的港者是香港公开大学健康及护理学院副教授 李美娟博士 他会为我们介绍中医护理教育的特点 香港中医护理专业培训的情况 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在香港是我们以华人为主一个国际化城市 所以在中国传统医药 就是中医其实都很受到市民的外带或者接受欢迎的 但好不幸我们在香港在2000年之前 我们的医疗体系一直都是以西医为主的 所以中医一直都缺乏了一直的完善的规管制度这件事 不过好幸我们香港的立法会那边就通过了一个中医药条例 当中有两条副例的 包括了中医注册规例和中医纪律规例 从此就确立了香港中医注册的制度 以及规管了中医师的专业水平和操守 这样其实对市民的健康来说有一个很大的保障 在大概2002年 香港第一批注册中医师亦都产生了 在这个条例之下 在2003年至2014年 大概在12年的期间 政府都在我们香港18区里面 每一区都建立了一个中医教研中心 主要都是提供一些工营的中医门诊服务 这件事的 直到2014年 在那个施政报告里面 政府也都宣布了 已经预留了土地在庄岗那边 会兴建我们香港第一间的中医医院 自此之后 从2016年到2019年直到今年 施政报告 每年都有提到兴建中医院里面的囚犯过程 以及里面交代他们一些咨询的情况 中医的发展就是这样 究竟我们中医护理的发展又如何呢 亦都是相互相成的 如果中医有发展 加上我们会兴建中医院的话 一定对我们中医护理的发展 是有一定的帮助这件事的 那我们看一下 其实中医护理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中医护理我们主要说 都是在中医理论基础下面 提供一些具有中医特色的护理工作 在2000年的时候 因为中医纳入了香港的医疗体制 所以中医护理慢慢地都被人开始去关注 留意这件事 那其实跟着我们香港中医护理的发展 应该在哪条路去走呢 那说一点我们中医护理发展的过程 在香港来说 那也都在2000年开始 应应中医护理条例过了 那我们就在香港城市大学 专业进修学院 和中国国家中医护理管理局 国际交流中心 和北京中医药大学 那开了第一届的中医护理专业 持续教育文贫课程 那其实这个课程 在中医护理教来说 是一个里程碑来的 是第一间有医相关的课程 那但是据我所知 可能有些前辈告诉他们 这个课程主要是开了第一届 跟着好像都没有继续再开了 那到了04年那时候 香港中医护理学院 也都开办了一个中医护理证书课程 那自从04年之后呢 其实一直以来都一路 一些个别院校 或者个别机构呢 是举办一些很短期的 有关中医护理的课程 其实它所谓中医护理课程 主要都是 将一些中医的知识 介绍给一些护士而已 那是不是集中可以说到中医护理的特色 或者个精髓呢 这就未必了 那到了2004年那时候 那我们香港护士管理局呢 在一个注册护士训练课程干扰里面 是刻意地要求 所有这些这样的训练课程呢 要包含了40个小时的 有关中医和另类疗法的护理的 那在这个2004年之前呢 其实有办这些护理课程的院校呢 它本身已经有部分呢 加入了有中医这个内容 在他们的训练课程里面了 去到2014年呢 那也都是医院管理局呢 开展一个叫中西医协作的先道计划 那因应这个计划的需要呢 那他们呢 亦都是很急就将来呢 会派一些护士 想去廣东省中医院里面呢 做一个为期四个星期的训练课程 那这个课程 我知道就是2014年和2015年呢 两年里面都有筹办到的 不过是想去训练的护士呢 是属于好少数 就是可能十个以下的每次都是 那直至到2015年呢 医院管理局呢 也都曾经委托过我们香港公开大学呢 开办第一个专为护理人员而设的 中医护理证书课程 那也都在同年呢 2015年的时候呢 我们香港公开大学 护理及健康学院呢 因应回中医医院的筹建 也都是估算到呢 中医护士有这样的需求呢 那我们也都开办了第一个的 香港护理学碩士中医护理课程的 那这个是一个两年的兼独制课程来的 那希望为在职的护士呢 提供一个持续中修中医护理专业的 那我们回顾了呢 那我们回顾了呢 由2000年到2015年呢 那我们在香港 对中医护理教育方面呢 或者发展方面的情况呢 那我们会发觉得到呢 其实我们香港的中医护理教育呢 或者中医护理专业发展呢 其实只不过是密牙期而已 同样呢 我们真的比较集中呢 局限在教育那方面呢 在实务那方面呢 都未能做得到的那些事情 那我们希望呢 日后的教育啊 和临床实务方面呢 有更加好一些的发展的 集中说回我现在的主体了 香港中医护理教育是怎样呢 我们回顾了历史 那我们应该怎么向前望呢 那我们看到呢 其实2017年呢 回应了中医医院的筹建 也都发觉到呢 相关的专职人士呢 是需要培训的 那香港政府呢 在2017年的施政报告呢 也都有提到呢 建议为在职护士提供更多 有关中医知识的相关培训课程 其实这是一件好事来的 因为我们政府呢 也都开始关注到 中医护理专业人员的培训啦 也都是觉得中医护理专业人员的需求呢 是增加了来配合 未来中医医院的发展的服务 我们要发展一个 香港中医护理发展的话呢 一定要有一个系统 和规范化的中医护理专业的教育 才可以培训到相关 擁有必要的才能的人才 那其实在中医护理教育方面呢 其实涉及到的内容很广泛 因为中医护理 你一定会懂中医的东西 那变成了中医的东西 其实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很大的范畴的知识来的 那我们在中医护理教育内 也都要包括一些理论科 和一些实习科的 当然一定会包括一些中医基础理论 中药和方剂 如果针对我们的护士护理的话呢 我们有中医护理基础 中医护理的临床知识 而实习方面呢 我们也都需要一些中医护理的临床实习 但是呢 如果看回我们现在 在香港护士管理局的 注册护士的训练课程里面 你会看到中医和西医的 培训的课程里面 是相距很远的 但是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的护士管理局的 注册护士课程 是以西医护理为主的 那我们看看下面的表 你会看到 在理论科那里来说 西医是多过一千二百个小时 但是中医呢 是四十个小时而已 但是那四十个小时里面 还要包括了 灵类和替代疗法的护理 那你可想而知 四十个小时里面 再减些呢 只有多少个小时 是关于中医 或者中医护理的呢 而临床实习方面 西医护理方面 我们要求 最少有千四个小时的临床实习 但是中医科学程 或者中医护理方面 是不需要的 那你见到 这个那么大的分野之后 你会觉得 读了注册护士 培训科学程的同学 他们对西医的认识 对西医的实务 绝对是有的 也都绝对是 达到我们的要求 但是对中医护理的 基本理论 和操作上面呢 就应该很难 会掌握得到 在2001年 陈平逊 他当时说过 现在我们香港的护理科学程 不可以兼顾到全面的中医护理范畴 和深度 那学生呢 只能够对中医护理有初步 和有片面的形式 不能够掌握到整全的中医护理 是对中医护理的实务 同时 陈平逊也都建议 学生如果在完成西医护理的课程之后 再持续进修中医护理的话 更加进一步了解 我们中医的理论 将理论 和中医护理的技术 应用在临床实务上面的话 就能够配合 香港未来中医护理的发展 究竟我们的内容里面应该包括些什么 我想我要讲讲中医护理的特点是什么 究竟我们的特点是什么 其实中医护理有三个主要的特点 如果熟中医的大家都知道 整体观念 辩证私户 和防护结合 那什么叫整体观念呢 整体观念是中医的角度来说 我们会觉得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里面的五藏六虎 是一定是大家互相协调合作去做事的 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也是统一性 很多时候他说天地人就是这件事 人和天地是要互相相应的 才可以维持到一个健康 人和社会环境也是需要统一性 社会周中环境会影响人的健康 这个是整体观念的概念 第二就是辩证私户 在中医来说 我们比较强调一样就是症候这件事 症候一个疾病里面 中间的过程里面 因应他的病因 病性那类的不同 是会改变的 而西医来说 西医比较重的是病这件事 一个病可以有很多种症候 如果我们在辩证私户的角度来说 会因应症候 去提供一个很专业性 很独特性的护理 这个是一个很个人化的护理 亦都很针对性这件事 因应这件事 其实出了两件事 同病疑护 或者二病同护 即是同一个病 因应它不同的症候 我们有不同的护理措施 但是如果在不同的病里面 但是追根究底 它的症候相同的话 我们提供的护理也会一样 这是一个中医和中医护理 很强调的一件事 第三个特点就是防护结合 防护结合是指预防和护理这件事 预防和护理最终目标是什么 未病先防和忌病防变 未病先防是指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 而忌病防变就是 如果万一真的病了 不要紧 早点发觉 早点医 早点控制 令它不会有任何病发症的发生 这也非常贴合我们护理的主要目的 这三个既然叫中医护理特点 如果我们开办中医护理课程 绝对一定要对这三个特点 特典出来才行 除了特典中医护理特点之外 另外一样我们也会与时并进 究竟我们的课程 是否可以因应现今世界 整个医护的发展的趋势呢 其实我们找到四个元素 当中包括社区健康教育及推广 临床实习 巡症护理 和中西医结合护理 四个大元素 然后我会逐一逐个元素 跟大家去谈一谈这样的 社区健康教育及推广 未讲这个之前 我想我们要认识什么叫未病 什么叫自未病 在中医来说是非常强调于两个字 未病就是说一个人 他是一个没有病的状态很明显 大家知道未病就是没有病 但是在中医角度来说 你病了就未发出来 就是我们所谓的潜伏期期间 都属于未病 另外病了 但是还没有病发症发生 未曾传变到其他的状态的话 也算是未病的层面 或者是病原症康復 但是还在康復期间 未曾完全康復 在中医和中医会来说 我们都立入了未病这件事 那自未病 我们如何去治疗这个未曾发生 或者未曾回复到一个正常健康状态的情况 有两样 未病先防 忌病防变这件事 这两件事都是我们养生保健 以及防治疾病方法的指导原则 如何可以做到治疗病的方法呢 其实很多很多种 在中医护理的疗法方面 包括有调理精神 就是我们的精神健康 合理的饮食 我们经常说的食疗 中医一定是食疗的 体质如何调理 热底、寒底 最简单的这两个 其实不止 我们有九个体质 有八个不正常的体质 食疗的方法 四季养生 春夏秋冬 如何可以保持到养生的状态呢 还有中医护理技术 包括针灸、拔罐、刮衫、推拿 这些大家都听过的东西 温冬、胎极、八断感 这些都是属于中医方面的治疗病的方法 当然我们有这么多的治疗病方法 都要市民知道的 那我们一定要通过一些健康教育 将这些合适的治疗病方法 介绍给我们的市民 希望可以提高他们的防病 抗病的能力 做到美病先防 寄病防变的目的 最终我们希望潮起一个 阴平阳臂一个健康状态 中医来说很紧张就是阴阳 阴阳之间一定要协调 阴平阳臂中医来说就是等于一个健康状态 如果我们开展健康教育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用治疗病这个思想 为了一个主要的中心思想 无理事务方面 亦都是以预防疾病 去发挥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治疗病是展现到我们一个 防护建合中医护理的特点 其实治疗病作为指导思想 我们有两个比较大的体会 第一个体会是关乎我们社会的现象 大家在一个表里面看到 我们社会不知香港 全世界都是老龄化的现象 多么重要 在这个图里面说到 就是男女的寿命一直一直在延长 延长了是件好事 不过也带出了很多问题 就是社会老龄化的问题 旁边的表里面看到 在2016年我们有17%是65岁的老人家 估算或者推算到2036年可以到31% 甚至去到2066年我们有37%是65岁的老人家 这些老人家又会引伸到对健康的需求是很不同的 那我们怎样去回应这件事呢 第二个现象就是社会的疾病的改变 以往我们可能用一些传染病感染性的病为主 但是现在发觉 头这五个死因大部分都是与慢性疾病有关的 那慢性疾病加上老年病的话 他们的病法律增加 那会看到我们在社会整个健康需求 保健方面的意识上面 是有一定的需求的 那中医护理正正可以贴合到这样就是 保健养生的指导 去做到预防保健和康复的作用 那也都反映到社区对中医护理的需求 是必定会增加 那这个是对我们中医护理来说是一件好事的 因为我们越来越重视 他们更加需要我们的保健的指导 那而第二个体会就是关于中医护理的技术 那里面包括了针灸、拔罐、挂沙那类东西 那另外我们还有语越贴押 以及一些推拿和越位按压 那推拿那张照片看到很多对手 正正在同学在练习 推拿里面其中一个滚法 看着很容易 其实怎样为是一个很真正 很正确的手势 这些都练了很久了 那时候我还在场的同学 那中医护理的技术其实有它的优点 简辨廉言 简就是简单 你会看到刚才给你们看的图片 其实这些技术是很容易学的 只要有人教导你正确的技巧的话 方便就是说那些技术 它需要的工具 很简单 甚至你对手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随时拿得到的 还有也都方便到不需要在医院的范围里面 在家居的地方都可以做得到 只要你知道怎样正确使用 就可以了 那黏就一定是了 因为你看到手头上我们要用的工具 用具全部都不是贵的东西来的 一条艾条 一些艾粒 诸如此类 还有你对手不贵的 永远跟着你的 你不用付钱都可以用的 只要你掌握到技巧 还有盐 其实我想前面那些 怎样说都没用 最重要就是盐 就是零盐 对于很多的健康问题 只要你辞之以恒地做 真的有它的疗效 所以就说 为何中医护理 或者这些技术 流传到盐 仍然都可以继续在这里 我们在这些中医护理技术里面 一定要通过健康教育 在社区里面推广 令到广大市民都用得到的话 我们就可以达到 这个保护健康的目的 既然是这样的话 中医护理不应该 局限在医院那里 正如我们如果香港 逼一间中医医院 我们怎样可能 吸纳到这么多中医护士 中医护士 他除了在医院里面 担多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之外 其实社区也都需要他们的 我们应该要在社区的健康需求 伸展到社区的层面 更加会可以发展我们 中医护理这件事 这个推广到社区的时候 是有突显了我们 中医护理防护结合这个特点 随着中医特色护理的开展 为市民提供适次护理 以及养生的保健制度 我们回应刚才说了 社区健康教育和推广 既然那么重要 也都会是突显了 治病病里面的 防护结合的特点的话 那我们中医护理教育 应该怎么去配合它呢 当然我们需要加强 我们社区健康教育 和推广这些元素 当中培训的人才 一定要有社区健康触角 和也都有推广健康教育的能力 这件事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在2009年李明金曾提过 如果基于社区健康推广教育 中医护理教育 应该要特别强调 下面有五项 包括社区护理为中心的护理 家庭为中心的护理 重点人群及组织的健康管理 社区慢性病及传染病的护理及管理 最后就是急性事件 但不是急性事件 是社区内的护理 如果我们加强到这几件事件 在社区的护理中 我们就提供得更加合适的护理 中医护理中 亦特显了养生保健的理念 更加可以进一步推广 中医护理专业的发展 第二个元素就是与临床实习 大家都知道中医护理 凡是涉及护理的那些 临床实习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中医护理技术 在中医护理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 而且只能在临床实习中才能掌握 亦能反映中医护理的特色 中医护士或护理在培训过程中 学生一定要经过临床实习 才掌握到一些理论 如何应用在临床实务上 熟悉相关的中医护理的操作技巧 但很可惜在我们香港里面 我们没有中医院 只有中医教研中心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门诊的性质 如果在香港接受中医护理训练的话 他们如果要掌握这些技术 一定要回到中国内地 或者可能台湾 去看看那个临床培训是怎样的样子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内地 去做临床实习的话 其实当然有它的好处 也都有它的不好处 当中有两个的好处 好处就是中国内地的中医护理发展 比我们香港成熟很多 也都做很多 他们有一个规范化的教材 做一个培训指导 在201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颁布了中医医院 中医护理工作指南 和中医护理常规技术操作规程 除此之外 因为他们发展比较成熟 上面也有很丰富的中医护理专业护士 做我们学生的指导老师 另外一个优势就是 因为当地市民也都是以中国人为主 他们辞职以后也有采用中医 中医护理这件事 对中医护理的需求很大 求疹的人数多 病种也都多元化 这正正可以提高了学生在学习中医护理方面的 无论是知识或技术方面 都有很大很大的临床实习空间或机会 这件事对我们香港中医护理临床实务 日后的发展 一定会有帮助的 但不好又怎样呢 不好就是 如果在内地做临床实习的话 中国和香港 其实两地的文化背景 环境和大家市民的体质方面 都是有不同的 究竟是将内地学回来的临床技巧或知识 搬来香港用又对不对呢 这个当然应该不是那么合适的了 因为在中医国度来说 中医护理来说 我们有一个很主要的临床原则 就是三因制义 三因是什么呢 因人 因事 因地 因应不同的人 时间和地点 我们提供不同的护理服务 这件事 我给一个例子 如果中国内地和香港比较之下 中国地带很广阔 譬如在西北地方 地势比较高一些 比较寒冷 在那里它多的 风寒病比较多一些 而护理特点主要都是要避风寒 慎用寒粮的中药 或者是荒剂这件事 但是到南方 例如香港处于比较华南的地方 气又比较潮湿 比较闷热 主要都是以湿热病 或者是湿瘟疫病为主 整个护理原则是不同的 主要是清凉化湿为主的 只是这两个例子让大家看到 其实很多东西在内地学了 回到香港 未必那么合适 如果本身在香港做 临床实习 当然最好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中医护理的整体观念 以及辨证私户的特色 才可以在临床里发挥出来 带出一个个人化的护理措施 基于上面所说的 我们香港提供一个合适的中医护理 临床实习基地 是真的必须和逼切的 但是在现在的阶段 我想我们都未曾可以做到这件事 如果只是将所有的临床实习 放在香港做的话 一定不好的 因为现在的机会是未够的 我们建议在现阶段来说 香港的护理教育 或者中医护理教育的情况 未曾那么完善 那么成熟的时候 学生临床实习 都是需要在香港 以及在内地里面进行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 香港的学生可以掌握到 香港常见的病种 以及特别的体质 同时间也都吸纳到 中国内地很丰富的中医护理 临床实习的经验 这样有利于我们培训香港的 中医护理人才 以及推广将来的中医护理 第三个元素 就是巡症护理 我想大家都知道 医护专业来到现在 是很强调 巡症护理的重要性的 全部都是希望 用研究的实证为本 去推动一些教育 与临床的发展 中医护理当然也不例外 一直要朝向 这个巡症护理的方向 才可以与时并进 有它的推动发展的空间 很可惜 因为香港中医护理 都是比较早期 也都没有我们本地化 跟中医护理有关的数据 比如有些市民的中医体质分布情况 市民体质和常见疾病的关系 市民对中医护理保健的 认知到到哪里 我们暂时都比较缺乏 这方面的数据 而这些数据也都很紧要地 帮我们了解 究竟香港市民对中医护理的需求 到哪里 也都可以帮我们制定一些 中医护理程序和标准 扩阔中医护理的服务范畴 提高整个服务的质量 我们回顾中国内地和台湾 因为他们比香港发展中医护理 比较成熟和早 他们累积了不少的 中医护理相关的科研成果 同样地我之前提过 三因制宜这件事 来到巡政护理一样 如果我们用内地的研究成果 用在香港也都不是那么合适 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些 本土化的中医护理相关的数据 才可以推动到香港中医护理的发展 在教育方面 如果我们想配合巡政护理这个发展 中医护理教育应该要重视科研的知识 和技术的传授 也都会要求学生进行一些科研 和赞设科研报告 直到学生参与这个研究报告 深化他们的相关知识 和技能 同时做完研究 如果不将一些科研结果发表出来 也都是很可惜的 同时我们也希望鼓励我们的学生 发表我们的科研成果 经过一些国际会议 学术期案方面 将我们的本地数据 带到给外地 也都知道这件事 巡政护理是为我们进行科研和制定政策提供一个很实证的参考 也都可以建立和强化我们本地化的中医护理的数据库 第四个元素 最后一个元素就是中西医结合护理 中西医结合 现在已经是我们的趋势 同样地护理也是走向中西医结合护理的趋势 可以令到我们变病、变症和另外一个变症 就是症状的症 施互相结合的话 其实是互相互补长短的 我刚才提过 变病是西医的主力 变症、症候这个症是中医护理的主要 变症、症状这个症 其实中西医都重视的 如果把它结合在一起 大家互补长短 是非常好的东西 但是很不幸我们 我们香港来说 仍然是以西医为主 香港的护理教育 至到现在都是以西医护理为主 现在我们有执业资格的护士 全部都完成了西医的护理课程 也都他们毕业之后 累積了相当丰富的临床 实务经验的这件事 如果我们在这班 这么有临床经验的护士里面 再进修一些中医护理理论 和相关实务的专业培训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日后中西医 结合护理的发展 是一定会有一个优势 虽然我们香港中医护理 现在施施起步 自己中医护理都没搞定 不要想到中西医结合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应该 照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 说完这四个元素 社区健康教育及推广 临床实习 巡政护理 中西医结合护理 其实这四个元素里面 可以帮助我们中医护理教育 突显了中医护理一个 整体的观念 辨证私户和防护结合的特点 亦都顺应到 现在世界这个医护理发展的趋势 其实在中医护理的课程里面 我们必须要加强 社区健康教育的推广 科研和巡政护理的元素 安排学生在香港 和在内地里面进行临床实习 去吸取各地的临床实务的经验 而以修讀中医护理的课程对象来说 我们亦都建议 是针对一些已经收不住 西医基础护理的护士 然后培训他们有关的 中医护理临床知识 帮他们培训为一个 中医护理临床的专科护士 即是如果由零开始 是比较一个难度 反而在西医基础上培训上去 亦都对将来 日后的中西医结合护理 有一个发展的趋势在这里 其实我也想说回 在我们公开大学筹办的 一个碩士课程里面 在临床实习方面 我们亦都是由香港做实习 亦都有回到内地那里做实习 在巡政护理方面 我们的学生在第二年里面 是需要做一个科研的 去年我都带了一些同学 去过外地 去发表他们的科研结果 明年我们都会继续去外地 发表一些科研结果 希望可以做到一些 就是慢慢将这些科研结果 带入出去 中西医结合护理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的学生 全部都已经是现职的护士 他们拥有西医护理的基础 在西医护理基础上面 再包含一些中医护理的知识 和实务的话 对日后的中西医结合护理 是相当是有一个帮助 至于第一个 社区健康教育的推广 其实我们都会有的 不过我想日后我们的课程里面 再加强多一些这方面的东西 最后一个总结 现在香港中医护理的发展 处于一个门牙企 亦都关框在教育培训方面 而培训亦都很紧要 是可以帮到我们 整个中医护理的发展 我们希望中医护理教育 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是要加强社区健康教育和推广 临床实习 巡政护理 和中西医结合等重要因素 希望当中可以特兴到中医护理的特点 亦都尊认到现在世界 医护发展的趋势 对香港日后中医护理 在教育、实务和科研的发展上 有一定的推动 我今天要说的是这么多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